韓国艺人Gary在告别了主持六年的Running Man之后 第一个海外行程来到台湾了 他参加韩国文化观光展 希望粉丝继续支持他个人的音乐活动 可是因为大陆献韩命的效应吧 韩星最近都纷纷转进台湾 可是票房表现不尽然都如他们的意 像是天团Big Bang之前演唱会就没有玩售 安宰贤还有韩国另外一个女团Apple 也因为票时在卖的不好取笑来台 韩国艺人Gary闪辞Running Man主持后 首次海外行程就来到台湾 介绍韩国美食景点 还和粉丝零距离互动 当时事宜要专心发展音乐录 闪电辞退 让不少粉丝直呼好可惜 以后看不到Gary和宋志校周一情侣合体 但说也奇怪 近期寒流似乎有点退烧 今年9月Big Bang来台开唱门票 卖出不到八成 而原定11月要来台 举办粉丝见面会的安宰贤 因为和金修贤合眼来自 星星的女人气窜红 之后也见不少韩剧 在台湾小有人气 我们欢迎我们的安宰贤先生 来到我们的队板前方一起来 去年曾经来台湾代言试水温 今年举办见面会一波三折 先是购票系统出问题 之后又因为票卖不好打出优惠 还祭出一对一合照和牵引海报等好康 算是韩星会粉丝相当有诚意的 但还是因为票卖太少宣布取消 另一个女团Apple原本11月也要开唱 一样面临票卖不好的窘境 跟台湾粉丝说拜拜 尽管如此还是有主办单位 愿意砸钱找高人气韩星来 最近因为演出云化的月光 人气翻红的普宝剑 宣布展开亚洲巡回见面会 台湾也是其中一战 只是时间地点还不确定 到时普宝剑是不是能让寒流止跌回升 还是未直数 TVB的新闻装朋友 郑宇翔台北报道